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这话是什么意思? 既可以说有一定道理,也可以说毫无道理,为啥说有一定道理?俗话说,是不过三,特朗普与普京已经会谈三次了,三次都谈不出什么结果,都不能改善一点美俄关系,反而让美俄关系下降到低谷,以后再谈还能谈出什么?还有什么会谈的必要? 特别是这次在芬兰的会晤,是特朗普与普京的第一次正式会晤,如果说以前两次会谈是互相摸底,那这次正式会晤,就应该敞开心肠,解开心急了吧? 主要责任在美方,这点特朗普很清楚,而且在芬兰会晤之前已经说明,得到了俄方的高度认可,既然如此,改善美俄关系,美方不主动咋行? 特朗普说,他将成为普京的死敌,果真如此,也必定是特朗普自身造成的。第二,特朗普对普京一直有好感,即使美俄不能建立关系,特朗普成为普京死敌的可能性也不大。 特朗普如此爱骂人,但从来没有直接骂过普京,如果特朗普还当美国总统,估计也不会直接骂普京,特朗普之所以说出这话,估计还是为了11月的中期选举,因为特朗普不仅希望顺利完成这个总统任期,而且还想连任,而要实现自己的目标,特朗普不敢对俄罗斯和普京太亲近。 特朗普称,普京可能成为他的死敌,完全是为了讨好美国国内的反俄派,猫开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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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